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在特战牌的一些新队员看来 这种长时间的负重狙枪训练简单枯燥 是否真的有效 需要画个问号 都说神枪手是子弹位出来的 打得多了 消耗的弹药多了 自然能练得出来 花大量时间练习狙枪 我感觉没有太大用处 面对质疑 沈彦辉决定用行动说话 钉子头的直径不到一厘米 沈彦辉要在十米开外 用子弹将钉子敲进木板 在大家看来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结果一出 再没人敢质疑沈彦辉的训练方法 与犯罪分子下落相逢 我们射出去的子弹 哪怕有一厘米的偏差 都可能会导致整个行动的彻底失败 我们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剧枪 不断的反复练习 来形成肌肉记忆 从而提高我们困枪的能力 2014年沈彦辉军校毕业 来到武警信阳支队 集训期间 每每看到特战队练射击 练乐仗 他就觉得热血沸腾 在获得组织批准后 沈彦辉来到了训练最苦 任务最重的机动中队任职 那使得他并不知道 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样的严峻考验 15年年初 我们参加了总队的特战牌轮迅比武 分了三批去的 结果每一批都是倒数第一 总平也是倒数第一 当时这个中队落后 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硬件条件差 整个营区还没有一个足球场大 训练场地和设施严重缺乏 最重要的是 中队争先创优的氛围不笼 缺乏一个素质过硬 有激情 有血性的主观 把大家凝聚起来 比武回来 沈彦辉就暗暗定下目标 一定要带着大家 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新阳地区野外环境复杂 沈彦辉利用平时助训 和魔鬼训练周的机会 狠抓训练 带领中队官兵们超越自我 挑战极限 根据侦察情况反馈 三八二高地 位移独立山头 其东侧临水 西侧环山 要求战士做到的 自己首先做到 每回训练 沈彦辉都冲在最前面 有一次练四万妹张牙的时候 有些新同志 有为难情绪 他上来就先跑一趟 动作干脆利索 一分四六都下来了 当时大家目瞪口呆 之后就是热烈的掌声 我觉得这 就是榜样的力量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中队训练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 在总队组织的多次军事比武中 都名列前忙 大家开始觉得 并不是我们天生就不行 只要我们好好训练 我们也可以多的名次 取得荣誉 给了大家一种信心和自信 正是沈延辉身上的这股劲儿 给中队注入了强大的自信因子 然而长期超负荷的训练 也让沈延辉的膝盖多次受伤 在一次障碍训练中 他的十字交叉韧带彻底断裂 因为这次受伤 沈延辉被鉴定为八级伤残 尽管通过手术进行了韧带重建 但医生告诫他 不能再进行剧烈运动了 这对于怀揣着特战梦想的沈延辉来说 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可是他并没有放弃 如果剧烈运动都做不了 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军人 可能以后连一名普通战士都不如了 心理落差是比较大的 本营在医院静养的沈延辉 术后一个礼拜就回到了中队 因为我们那时候正在准备 总队特战集训 他就回来监督我们训练 他每天就是主着一副拐杖出门 看着我们训练 为了恢复关节功能 沈延辉忍着剧痛做康复训练 对重建后的韧带进行拉伸 基本上每天我都要给他掰腿 这样他的腿才能灵活 当时我给他掰了一个月 基本上每天他疼的就是汗 顺着头把往下流 凭借着惊人的毅力 现在沈延辉已经和战友们一起 再次冲锋在训练场上 基层带兵人要做一颗呼啸的子弹 时刻冲在最前面 敢于叫响 看我的 跟我来 当好战士的领跑人 战士们才能奔发出奋劲的力量 中队才能真正成为反恐处突战场上的拳头和尖刀 感谢观看